再来,相玛武通词 那个不是随限色身菩萨 问的吗?相玛代表什么? 我告诉你,相玛在我们人间来讲起来 那时候是用相跟马 在印度古代,相玛代表什么? 代表着车,就是车啊 也代表着比赛 你知道香港有这个跑马场 就是比赛马在奔跑 做一种竞赛 相也是跑,也是做一种竞赛 马在跑,也是一种竞赛 也是一种游戏 但是呢,这相玛代表什么呢? 代表五种神通 菩萨有五种神通 除了漏进通,还没有完整以外 其他的都知道 像他心通啦,天眼通啦,天耳通啦,宿命通啦,神足通啦 这菩萨有,菩萨有 菩萨是用五种神通 来到处去度化众生 就等于是相玛 在奔跑一样 相玛就代表五种神通 在奔跑一样 大圣以为鸡 大圣呢 大圣火法就以为是车 什么叫做大圣 什么叫小圣 所谓大圣就是大车 可以一下子火车可以载几百个人 小圣就等于小车 只能够载一个人两个人 大圣以为车 大圣